來,上來,組隊這邊 來,上來組隊這邊 來,上來組隊這邊 身體很安心,然後出自動幫忙 台灣可以安好 大家好,我叫盤子剛才是大很醜 秀一下秀一下秀一下 演戲還是要交給專業的 來,中間中間 好 好,蔡霖哥 對我而言,我覺得 母語的創作 跟在地文化 我在思考的一個事情是 如何讓他傳承下去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叫文夏,文夏老師 大家知道他的歌,他從18歲 出名之後,他的歌 就一直流傳,傳唱到現在 那我們在思考說 這樣子文化跟 語言的傳承,如何讓他成為經典 然後可以讓他 深深不息的流傳下去 所以我覺得 用音樂透過跟 不管是戲劇,音樂劇的結合 那這樣的東西,我們讓他保留下來 然後讓這樣子的文化 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 未來有東西可以看 可以參考,可以學習 辛苦的地方是在於說 我們怎麼樣把音樂劇裡面的音樂 挑出來,然後 把它組合成一個 具有故事脈絡的東西 然後呢,我們的劇本跟角色情緒 都是依據這些音樂來做的 所以這一點是完全跟 我們在做一般 戲劇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做法 然後小秀這個角色 當初設定是一個小台妹的女孩子 這樣一個可愛的小台妹 然後她是以一個 以愛為生的一個女生 這樣子 在故事裡面我覺得她也是一位 偉大的母親 因為我覺得在 這個年紀的女孩子 有的時候可能會不小心懷孕 然後成為一個母親 然後她在 就是想要保護小孩子的 這個心理的抉擇的部分 是很難去鑽研的 對,我覺得她可以讓我去 更認識我存在的這個土地上面 所有的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要去在乎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齣戲 其實非常建議跟推薦給大家看 1月23號晚間10點別忘了收看 風中浮沉的花圍 祝大家新年快樂